各位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它说智慧型手机的照相装置 它有镜头的透镜以及在成像平面的感光元件 然后它使远近不同的物体都可以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透镜和感光元件的距离就可以调整 由手机来自动控制 它的距离在4mm到4.5mm的间 那事实上这个透镜和感光元件的距离 因为它说要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所以感光元件和透镜的距离就是相距 然后已知照相装置可以将无穷远处的物体 透过透镜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那把镜头透镜看成单一的薄透镜 而且透镜焦距固定则何者正确呢? A选项就错了 因为它说要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那也就是要成10像在凸透镜的 是要成10像在这个镜子的右边 光线从左边来 它可是虚像都是在左边 虚像都是在跟物体同一侧 要成10像所以要用 要成像在物体的右侧 所以是成10像 而且是要成像在感光元件上 所以就是要用涂透镜 在B选项 那镜头焦距大约是4毫米 这没有错 因为从无穷远出 入射几乎是平行光 那平行光就会汇聚于焦点 所以它的成像在4毫米的地方 应该就是它的焦距 那为什么不是4.5 是因为这样的 涂透镜的成像是相距越大 那物距越大相距越小 物距越小相距越大 所以物体在无穷远处的话 那相距就会是最小的 那就是在焦距的位置 所以是B选项是对的 那在C 镜头前的物体在感光元件上 成的像都是这里的石像 是导力 导力石像 这可以看成像的那个图吗 那 猪选项 镜头前的物体 只要起物距大于36公分 就可以清楚对焦 好 那猪选项它的意思是说 诶 物距要大于多少 物距要大于多少 那我们刚刚有在B选项有稍微提到 就是物距如果比较近 比较短的话 物距如果比较短 那相距就会比较长 那这样子 我们说在成十像的情况 成十像的情况 物距越短 相距就会比较长 就可以看前面的成像做图 去感受一下 所以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P 物距最短可以到多短 那因为题目说 感光元件跟透镜距离最多就是4.5毫米 也就是说Q最大是4.5 所以它换句话说 其实它就是在说 诸选项就是在说 Q最大是4.5 然后要求最小的P 好 那我们就用活透镜成像公式来算 那P 位置 Q带4.5 那焦距是从B选项知道 焦距是4 所以通分之后 同乘于 这个4.5是9分之 这个4 所以同乘于36 同乘于36 所以最后变成这样子 P就等于36公分 所以 P大于36公里 36毫米 就可以清楚的对焦 那一选项 当物体距离是4的时候 透镜和感光元件之间的距离是4.5 好 这题就是 跟诸也是有点类似 那 其实在诸已经算完了 在诸我们已经算完说 当 当Q等于4.5的时候 然后P是36 所以 一选项应该是36 户序是36毫米 好 谢谢